自信是来源于她的帅 经着场上少女惨叫连连 经着台上评委为之彻目 我刚想说就这 自于她的存在 妹妹就用饶蛇把我击败 来自跳远Jet Queen 别再落幕 装不相信谁的老舍最有力 大家好 我是来自打狗娱乐的李雨昕 正确戴口罩方式 不过小姐告诉你 后面拿出口罩 遮住口鼻 放你我自己 哎呦 可爱 我不只帅 我还可以做出一些性感的动作 这动作太性感了 老门 你是在正骨吗 你就中性风 弄得跟中风似的确实也是一种本事 但是就表演而言 我觉得她的REAP确实技高一筹 跟她PK那两个 一个舞蹈说要表现力与美 这一首舞蹈主要是想要表现力与美 希望老师能够选我当风暴黑桃的舞蹈担 我看像拉与话 这节目给她剪的就剩不到4秒钟表现自舞 另一个是功夫加篮球 他们这组是矮子里把剪的 说实话 要我我也选自信节 后面一组也是人才被组 第一个出场的妹子 号称是能把现场给照亮的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张亮亮 我今年19岁 哎 萤幕是不是有点亮 没错 亮亮来了 吃多少材 但能不能这样 这个大妹的特殊才艺更吓人 我现在要表演我的特殊才艺 他往后走咯 你这是打车以后去要饭是不是 展开第二拳 行 以后这个掰手指的戏都找你 我本来以为他够狠了 没想到他后面那位更生一筹 才艺就是可以跳起来头 就是在逼我吧 你又比我惨吗 靠 他妈的 哎呀 你们这是做什么呢 何苦呢 这是百发其放 后边有个妹子 跳了一首真鸡你太美舞了 我要模仿鸡跳舞 神经病 我还能说啥呢 活灵活鲜美 鸡姐上台表演 还是可以的 算是这么多舞蹈里边好 目前为止还不错的 下面我们有请斯浪宋 想说没有关系我还爱你 却记不出一丝力气 是我做过什么事情 才能存不掉到这 嗯 你看他念得多好是吧 说到才艺那么我们不得不提一下 自乎以来就流传下来的口技表演 我会模仿鸽子 还有猫头鸡的叫声 老妹我教你个老母鸡的吧 呼呼呼呼呼呼呼 我在教你个带小鸡蛋的老母鸡 咕 咕咕咕 咕咕咕 下面这个厉害了 号称是台湾的炫耀 大家好 我是刘以珍 今年21岁 长高170公分 很多人都说 我长得像周冬林 可是人家不要啊 人家小文东 台湾的炫耀 请问想做炫耀的心情 看不看他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 还他妈炫耀 我真想把你推下炫耀 然后这个大姐啊 自信的舞蹈完全不拆点 直接就被pass了 下一组都平平无奇 只有这一个妹子加分项很突出 用打歌念英文 不是唱歌 也不是跳舞 我这个加分题很特别 我要用打歌来讲英文数字 我要用打歌来讲英文数字 开始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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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难以自信 他竟然说这是加分题 这玩意儿我也会呀 我的 哎哟 fuck it talking 恶暴的 场位不好 就说场位不好 多吃点尖肥消失片 是吧 我怕下一次你一边放屁一边念 那就更呆味了 他这个口味有点重 后面有个跳僵尸舞的人 让我倍感不识 吃点尖肥消失片